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 出生于台东从小热爱艺术的吴博轩 高中毕业以后才开始接触绘画 尽管大学他念的是社会学系 但因缘忌讳在收到朋友送的二手绘图版后 决定鼓起勇气正视自己对艺术的热情 从研究所重新学习动画艺术开始 而日前他在Choco Choco巧克咖啡 举办了一场建造者的张目对日 吴博轩各展 期盼传达保有初衷持续想象 以及相信自己的精神 出生台东曾在华联东华大学 就读社会学系的吴博轩 日前在Choco Choco巧克咖啡将六年的创作 累积整理而举办建造者的张目对日 吴博轩各展 擅长平面绘画涂鸦的吴博轩 这次带来十多幅的有彩作品 除了分享创作 也邀请来宾参加涂鸦工作坊 秉持着绘画是很自由 且属于每个人的想法 鼓励大家放下不敢尝试 抛出错的心态 完成属于自己充满个人特色的涂鸦记事部 我本身平常 我是台南艺术大学的动画系的学生 那后来我现在暂时离开学校 就是主要都在做平面作品的创作 就像是油画 水彩 或者是一些涂鸦的彩绘这样子 这次展览是因为我前前后后大概 花了大概六七年时间去 从我一开始认真的意识到自己 要从事艺术方面的这样子的艺术创作 一直到现在前前后六年的时间 然后一直到最近才真的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时间点可以把作品带出来 跟一些观众做互动 曾注读花莲东华大学的吴博轩 提到花莲的好山好水 有股特别的氛围 为自己的创作带来灵感和帮助 花莲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跟台湾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它的不管是空气风景等等 其实它有花动特有的那种氛围 那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特别会喜欢去追逐那种特别的氛围 所以我认为在花莲的这段时间 是对我的创作特别的有帮助的 非常好的机会去发展 我绘画作品的一个风格或者是形式 吴博轩表示 清代沈父在儿时记去写道 羽翼同志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 这段话让他印象深刻 在创作里特别能够体会 于是透过作品花生建筑功能 期盼传递建构的想象力 与保有纯粹的创作初衷 建造者的张目对日吴博轩各展 即一起到8月17日 在Choker Choker巧克咖啡二楼展出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得讲邦彦华联士报导